小胡子,我花53万落地提了奥迪A6R55 用了一个星期感觉很好 昨天再去开对比同学的奔驰E300 立刻后悔了,感觉很没面子 不如当初花40多万买奔驰E300了 那么我想问一下视频前 净多前的粉丝朋友和老铁 如果让你选择,你会选择哪一个 可以在评众去留言 那我们就详细对比一下这两款车 到底谁更好是更坏 奥迪A6R55版本为什么贵啊 因为它是一个吃虎笨猫的狠角色 它这个55版本搭载的是一个 大众的EA839 3.0T六杠级 这款发动机和Q7、Q8、A8L 还有这个大众图瑞、宝斯基、凯燕 是同款发动机 所以型号不一样 但这都是这个发动机 它是个六杠级 贵就贵在这儿了 这也是在BBA里面 什么宝马5系、奔驰一系、奥迪A6 这三个车型里 它是唯一能给你三十七六杠级这个车型了 但是也贵啊 五十万起步 很少很多人 他不会花这么圈买这个车子 花这么圈可以买别的了 其实这个价位买2D A6R55版本 我认为还是很不错的 当你开到你的宝马5系、奔驰一系 在你的前面见到一位A6R55版本的时候 你就不要小看它啊 它随时都可以秒杀你 因为你奔驰一三百、宝马530只是普通的20T高功率四杠级 你跟人家比不了 知道吗 所以说我告诉你啊 虽然品牌仰力 排面 宝马、奔驰 特别是奔驰一三百更好一些 接待商务啊 出去办个事啊 更有面子 但是开起来那种操控 运动感 加速 绝对奥迪A6R55版本要秒杀你的 所以说我跟你说 这两款车子 你开这个奥迪五百本 越开会喜欢的 它奔驰一三百 真就不好使 我就告诉你 自信满满的能拉满 知道吗 你就直接告诉他 我六杠级 你四杠级能行吗 你比不了 真就是这样啊 那你有开过或买过再两款车的小伙伴 对我说没有不同意见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